这个姑娘是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我有一次在那边就跟朋友们跳舞啊 喝酒玩的时候我就遇到她了 当时比较年轻嘛 20岁嘛 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熟 然后在我越来越熟的时候 就也慢慢的发现了她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小粉红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忠实的小粉红 你一开始是怎么发现她是一个小粉红的呢 It was Tiananmen Square 六四 聊到六四的时候 他就是跟我说了一些 其实实际上是那些学生很暴力 他会试图用这些小小的故事用来辩驳就是整个六四 虽然觉得对方很有问题 但是你仍然想跟他谈恋爱 因为你再埋怨对方还是莫名其妙的想被他认可 What's up babe How you doing? Oh my god Thank you so much But I kind of want you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就更年轻的我 You know 是更加看懂他的肉体 就觉得他很好看 所以还是值得 还是不要说太多 还是要入戏 还是要入戏 当时我已经对于他的政治立场很清楚 但是呢 我又是一个男孩子 又是一个觉得 没问题 我们应该 It's okay I'll get over it 因为我以前也是交过保守派 或者美国右派的一些女生 都没问题 So I was like whatever 因为我正成熟 结果我就更加受不了 怕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啊 我们在一个餐厅 然后我在等他的时候 就是反复的喝扎皮 因为觉得会很尴尬 觉得会很不好意思 而且是有点担心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嘴 会直接就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 结果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就是那天晚上 争吵的 就是到一个 I was like You're crazy 就是到这个程度 Like you're crazy You're absolutely insane And she was like You're insane And I was like I'm going to write a song about you 你觉得这个党优能代表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吗 I think that 它能代表一些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国年轻人 也是中产阶级 或者说高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能够在海外上学 而且能够把英文学到一定的程度 不仅仅是没有摆脱共产党洗脑的那些思想 而是更加严重 你觉得两个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 你和一个小粉红 你们两个人能够有一段长久的幸福的关系吗 不可以 也许不是说这不是绝对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但是至少我这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太爱聊天 然后如果觉得你的这个立场什么的 是有各种各样的谬 有各种各样的漏洞的话 我老会拿出来调论 所以如果三观不一致的话 你也就觉得他不再有吸引力了这个人 这就是我的哥的这个核心所在 因为19岁的我 或者20岁的我 是觉得没问题 谁在意 外表就可以了 但是在我成长了之后 就变了一个man之后 就更加在乎这些问题 你以前有试图说服他吗 没有 因为我跟他就是吵架 或者说在聊这些政治相关的坏题的时候 我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特别希望能够说服这个特别漂亮的妹子 这样的话我就是我们可以更合得来什么的 而是对我个人来讲像是条件反射一样 就当我听到别人 就是我看不出他们的逻辑什么的 我自然而然是想问 我不一定说是那种要批骗啊 或者说一定要辩论什么的 但是我肯定是想多了解一下你背后的逻辑 然后如果你背后的逻辑是像小粉红那样的话 I'm going to make funny 我会嘲讽你 我会讽刺你 就是不行 我们是没法做情侣 他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话 Nino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不管是谁都会被他们洗脑了 而且也完全摆脱 要完全看穿洗脑 本身是很不容易的 本身是很难的 所以他们成为粉红 你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不是他们的过错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I don't know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在我在海外的时候 遇到一些小粉红什么的 我会让我很容易会让我很生气 或者说要just grab them be like you're so dumb you're so dumb but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这个最后不会有任何效果 还是要同情他们 尽量站在他们角度去思考 and try it's tough but 你在这个场合你有什么话 想公开的对这些 中国的小粉红说吗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你到海外接触到六字 接触到以前的 Organ harvesting等等 terrible things it's not your fault 就算是你国家的政府所做的 你不要感到有责任 除非你确实是在帮他们宣传 或者说你是他们的某一种工具 但是你18岁 19岁 甚至21岁 刚出国到海外 接触到一些真相 不要立马否定 就不要因为你可能是要重新建立你整个世界观而害怕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爽的过程 是非常爽的一种感受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盲区的时候 it's a good thing 这个很好玩 应该是很过瘾的 你也应该享受这个过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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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